这次呢介绍一下弹钢琴的左手弹法 之前已经介绍过了最入门级的东西 最入门级的东西呢就是每一个和弦 弹一个键或者是弹三个键 这次呢介绍一下弹四个键的 那我简单回顾一下弹一个键什么弹三个键什么 同样的一个C和弦 同样的一个C和弦弹一个键的话 那你就只弹这一个键 G和弦那就只弹这一个键 是这个意思啊 其他都依此类推 AM和弦那就弹一个键 F和弦呢就弹这个F一个键 三个的话呢从左到右 空三个空两个是这种弹法 那G和弦的话也是同样的概念 从左到右空三空二这样 AM那也是这样概念 规格都一样啊 这次的话是四个键 四个键的话在三个键的基础上 多加一个琴键 C和弦三个键是这样 那四个键的话再加一个这个键 再跳一个白键 AM的话这样 G和弦 F EM 那概念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琴键 那我下面的话给大家示范一下 十来首曲子 我先弹一下卡农 卡农我三个键的已经也是示范过 我当然就是卡农 字幕唱 by 杨茜茜茜茜 ... 是这样 你们还是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我的这个手指头 这个手指头点到哪一个琴键 比如说点到C 那这个就是C和弦 这个琴键点到A 那肯定就是AM和弦 这样 点到G那就是G和弦 点到F那就是F和弦 那后面带不带M呢 你不用太在意 因为那个东西的话 具体你真正弹琴的时候 后续你就了解了 下面弹一下B加2弧弦 现在弹一下2弧弦 现在弹一下2弧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这个就是娘柱 然后真的爱你 然后弹一下花字舞的片段 刚才左手用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四个的常规弹法 有了一点点的其他的 然后弹一下七里香的一个片段 再弹一下牵牵去的歌 再弹一下南山南 然后我再弹一下星河 星河的话我在弹三个剑的时候 已经给介绍过了 这次就是多加一个剑弹四个剑 更好的一种弹法的话是三个和四个 它有的时候这个错开去用 有的时候用三个 有的时候用四个 当然就是三个和四个 你非常熟悉的话 可以这么用 反正我示范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就是弹四个的弹法 这个就是弹四个的弹法 我大概是有弹了十首曲是吧 就这样 就是弹三个的和弹四个的 这个是在学刚性里面是没法避免的东西 它是必须要学的 因为用这种弹法 它既简单 然后弹出来的效果也不错 然后后续会有什么弹六个的 弹八个的都有 但是都是以这个弹三个和四个为核心 在这个基础上会叠加一点点 是这种 是这种 这个东西我刚才全部都是用这个模板去弹的 这个东西也很容易看出来 你们即使没有学过琴 也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左手上面去看的话 虽然右手怎么去变 然后右手虽然是弹其他的曲子 但是这个左手的框架它是不会变的 都是这么弹 它就是一个板块模板 也就是弹钢琴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次弹什么和弦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第一个琴键按好了 那后面东西你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弹下去了 因为后面东西都是规格都一模一样 都是一样 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 那刚开始它肯定不能直接练四个的 肯定是需要先练一下这个三个的 或者是完全纯粹的零技术的话 先简单的接触一下练一个 一个的话是非常简单 练个几天基本上就 绝对就过了 那练四个的这个弹法也是一样 如果你之前已经练好了三个的那个弹法的话 在这个基础上 你脑子只要多想那一个琴键就可以 所以它的练习成本还是挺低的 就是把三个键练好了 那四个是很容易的 那这一集的话 这个四个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 3214-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 就好了